前妻柳如烟出轨被车撞飞了五十米 导致她的记忆回到了二十岁那年 刚刚好婷在最爱我的时候 我去医院看望她的时 她又惊又喜 阿达 原来十年以后你是我老公啊 我恶然地被她抱着 心里面却只剩凄凉 如烟 你忘记了 我们上个月离婚了 我轻声说 而且是你出轨了 大过年的别人都喜气洋洋 只有我这个大冤种在民政局门口哭了 直到工作人员下班了 也没等来我那个前妻 离婚也是她提的 合同都签了 现在办手续就完失踪 有意思吗 我双目喷火拼命打她的电话 但对方一直关机 直到民政局关门 我今天肯定是离不了婚了 我灰溜溜走进停车场 准备开车离开 刚启动车辆手机就响了 你好 你是柳如烟小姐的家属吗 我们是第一人民医院 柳如烟小姐出了车祸 很好 离婚没有离成功 还接到了诈骗电话 我二话不说 对 我是柳如烟的老公 她快死了吗 别浪费医疗资源 能不能来一趟 我没意中 心里面觉得奇怪 嘴上客气的推托 不用了 骨折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我很忙的 就不来了吧 她有点失望 但还是问 另外 柳小姐是和伊藤城先生 一起出的车祸 我们联系不上伊藤城先生的家人 您认识她吗 听到这个名字 我精神了 我认识 她怎么了 她伤得重 浑身大面积挫伤 可能手会残疾 身体大面积要留疤 我马上来 我直接挂了电话 猛踩油门 接到电话 我心情一下子阴霾散尽 是的 前期车祸断了腿 谁管她死活 可是小白脸车祸毁容 还可能要留下残疾 这种好事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这种好戏怎么能不去看 我真的是心急如焚 生怕赶不上 医生都想不到 我能来得这么快 我满面春风 兴高采烈地冲进了病房 伊藤城呢 她手怎么残疾了 留多大的疤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下一秒 病床帘子拉开 柳如烟一条腿上 打满了石膏 她看着我 表情诧异惊不定 我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可是她看着我 语气颤抖又茫然 你是 你是伯大哥哥吗 我冷笑一声 我是你爹 这话不知道戳中柳如烟哪一点 她捂着头面 露痛苦躺了下去 医生把我拉出来病房 跟我解释 刘小姐脑震荡 记忆出现了紊乱 我们问她一些常识问题 她倒是知道 可是我们问她年龄 她说她二十岁 伊藤城先生的病房在五楼 她仍未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您可以隔着玻璃看看她 我二话不说把腿就冲 大家面面相去 等我真的去了五楼 看见了伊藤城 我亲眼看见这位毁灭了我的婚姻的小白脸 他几天前还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现在却浑身绷盖躺在那里 右手奇怪的全成一团 本来清秀的脸蛋现在没一处好皮 出于人道主义 我于心不忍 可是想到他对我做过的事情 我的人道主义当场消失 我不是人 等我重新回到了五楼 我直接掏出钱包里面的现金 就要给在场所有人发红包 我要让大家一起感受我的快乐 我们这里医疗条件有限 我直接手一挥 豪气肝云 他觉得他自己二十岁 那就二十岁 无所谓 大家无语宁耶 满是沉默 他们说不出什么话 这病房里有医生 有护士 角落还站着柳如燕的秘书和律师 他们生怕被我看见 于是拼了命的侧过伸缩起来 我笑了起来 柳如燕的治疗我说不上话 最终我主动向医生承认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律上的手续 但是我们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 我已经无法代理他的事情了 这是他的助理和律师 我往角落一指 被我指着的人浑身一抖 他们无言面对我 更加躲躲闪闪 我说你找他们商量吧 医术跟律师就是唯唯诺诺 你们是帮忙办了离婚 但也就是打工人 我主动对他们一笑 不用怕面对我 我这也不是坏人 医术尴尬地站在那里无地自容 而这位律师 看起来年纪不大有些古板 被我一笑 他这张斯文沉稳的脸竟然红了 季先生 律师的脸都涨红了 你可以不用来的 我脾气很好也很洒脱 我这就准备走了 听见这话 围着病床的帘子一下子被拉开了 是柳如烟熬过去又一次头疼 他清醒了 他看着我 表情迷惘恍惚 阿达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你看起来好像老了一点 我摸了摸脸 是啊 毕竟十年了 谁不会老 我不跟这个潜在疯子计较 也懒得搭理 转身就走了 结果身后一声巨响 是柳如烟拖着打着石膏的断腿下床 没站稳摔了 他摔倒在地 急急忙忙的往我这里爬 发疯一样 气搏达 你别走啊 秘书扑上去扶他 却被他推开 这位只有二十岁记忆的柳总 已经完全不认识他的心腹干将 他满脸都是困惑不解和机器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不要你们管 阿达 你等等我 带我走吧 他摔在地上对着门大喊 举目无亲 绝望的呼唤救命稻草 不要丢下我 我本来都已经出了病房的门了 听到这阵动静 确实是非常惊诧地回头看过去 柳如烟是炙手可热的科技新贵 他白手起家 年少成名 二十五六就已经混成知名女总裁 谁看的都客客气气喊一声小刘总 如今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形象全无 拼了命的疯狂往我这里爬 我忽然折返了过去蹲在他面前 问他 你真的只认识我吗 柳如烟伸手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一点都不跟我客气 他是生怕我再次跑了 你是纪博达住我家隔壁 你爸叫袁波 你妈是高中老师 你对花生和海鲜重度过敏 只要吃了一点 立刻整个人都会肿起来 这 这倒是一点没错 我嘴角抽搐 你觉得自己是二十岁是吧 那你想想 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都独大二呢 你看看你现在这老脸 像是女大学生吗 柳如烟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看了看我 不知道怎么着 他脸居然红了 我 我听见医生给你打电话了 我知道我不是二十岁 我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我肯定是撞到脑子 忘记了这几年的事情 他捏着我的胳膊终于说 你现在是我老婆 我什么也没说 这一刻我觉得累了 毕竟来之前 我已经在民政局里苦等了一天 在那里目睹了无数情侣结成夫妻 无数夫妻恨别离 在那里我告诉自己 我跟柳如烟分开的时候 一定不能像他们一样爱恨沉默 最后的时候 我的表现要体面 我是个要脸的人 所以我当时就站了起来 因为柳如烟死死 拉着我的胳膊不肯撒手 我只好把他也一起拉了起来 柳如烟一条腿打石膏 只好单脚站着 他非常警惕地看着秘书和律师 像和族群走散了的受伤的兽 为了脱身我把秘书拉过来 对他说 你是柳如烟 今年30岁 你现在是如烟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兼执行总裁 这是你的秘书和公司法务 你可以信任他们 可这人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他说 我们结婚几年了 我很耐心 结婚5年了 柳如烟心里面算了算时间 眼神又开始发飘 我们大学毕业就终成眷属 那我们有孩子了吗 我沉默了一下 有 但是四个月的时候没有留住 柳如烟往后退了一步 这话像是真一样狠狠扎了他一下 他下意识松开地拉着我胳膊的手 人开始发抖 他又抱住了头 痛苦地说 阿达 我们呢 我双手插在兜里 就这样冷眼看着他浑身颤抖地倒在病床上 五官扭曲抱着头流眼泪 医生护士上去看护他 其他人也措手不及 一片混乱里 我对秘书说 麻烦你重新安排一下预约明证局时间 我们下周三再办一次手续 秘书慌张地看着我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我已经转身走了 我和柳如烟自小比铃 青梅竹马 狼心似我 从懵懂年少一路走到三十而立 没有白月光 没有绿茶 没有天降男小三 我们心心相应并肩战斗 终于在三十岁这一年 我们公司靠技术拿下来几个项目 投资如海水一样涌来 我们靠着这一波直接逆袭 成为城市新贵 在三十一岁这年 我找到柳如烟和男秘书 经常在一起的证据 婚姻当场破裂 然而柳如烟并没有丝毫愧愧疚 反而平静地跟我提了离婚 不顾共同财产的损失 不顾公司的业务经营 甚至在当天晚上就收拾好东西 从家里面搬走了 我闹了 骂了 还砸了公司办公室 可是我们的婚姻已经一败涂地 这极大刺激了我的精神状态 导致协商离婚的时候 我还被他的心腹秘书赢了一把 他偷偷地帮柳如烟转移了公司的股份 然后再通过董事会协理把我踢出了局 让我失去了对公司的管理和控制 也失去了很多股权 导致我至少损失了五千多万 在所有夫妻共同财产里面 我甚至只拿到了三分之一 上次在医院 我只是跟他客气客气 表面假惺惺一下 但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 他是真的不客气 这位心腹秘书居然直接带着柳如烟到家里来读我 他们赶来的时候 我正在搬家 我朋友帮我找好了一间公寓 上个月办理了购买手续 别的东西已经配置得七七八八了 就是我舍不得这个房子里的好家具 想着把他们也搬走 反正这些家当都不便宜 但眼看就有了新男主人来坐享其成 不如我直接搬走 所以见面的时候 氛围微妙 秘书很尴尬 毕竟他害我损失了那么多钱 我也很心虚 毕竟我在偷偷帮我们的婚内固定资产 他主动跟我说 纪哥你知道的 我也只是打工而已 各位其主吗 刘总对我有知遇之恩 在这种大事上我不能放糊涂 我对他翻了个白眼 是是是 知遇之恩 陈魏君死 那我就活该倒霉 他失去的只是他的老板 而我失去的可是真真切切的五千万 我们俩在阳台这一边嘀嘀咕咕 而那边柳如烟已经把全家都转了一遍 他看见我跟秘书孤男寡女在旁边交头接耳 当时就有点不淡定 走过来把我们拉开了 他指着打包纸箱子问我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家吗 我看这房子挺好 怎么现在要搬走了 还是说 我们换更大更阔气的了 我看了他一眼 是我搬走了 你还住在这里 柳如烟没懂 我冷冷的说 因为我们上个月已经协议离婚了 他听到这话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哈哈大笑 像是听到了什么绝无仅有的笑话一样 简直捧腹 笑声非常的爽朗 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我怎么会跟你离婚 我看着他表情很平静 天下没有不散的烟习 就算是我和你也会分开的 不可能 他斩钉截铁的这样说 简直脱口而出 如果你说咱们没在一起就算了 既然我们结婚了 我不可能跟你分开 我反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不会分开 柳如烟看着我 这一刻 二十岁和三十岁的身影在他身上焦点 归于一处 可是他的目光那么专注认真 他认真的对我说 因为我曾经喜欢你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得手 我怎么可能放手 这话一出来 满是禁忌 秘术表情裂开了 不知道自己失忆的老板 怎么跟个恋爱脑一样 对离婚的前夫疯狂是爱 而我忽然笑了起来 这个笑很轻很温柔 仿佛春风过境 又好像我实在是身心愉悦 回到了热恋期 可能是二十岁的柳如烟的真情打动了我 我不仅没搬家 甚至主动地留下他吃晚饭 笑容满面殷勤下厨 是的 我看着他的眼神也非常温柔 仿佛看着世界上最爱的人 柳如烟刚开始有点受宠若惊 但是马上他就壮着胆子习惯了 大家都是夫妻 坐下来一起吃顿饭而已 怎么不行 看着他晕乎乎的样子 我的笑容越发浓郁 失忆的柳如烟也是柳如烟 当开始把离婚的事情提上日程的时候 我跟柳如烟闹得非常疯狂 真的很疯 干账干得像世界末日 因为公司是我们俩一起做起来的 现在要分家就引发了全体动荡 连员工都要被迫表态站队 至于伊腾成 他身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之间就像过街老鼠 可随着我被因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 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毕竟形势逼人 我的婚姻怎么样 也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员工们再怎么为我抱不平也要养家糊口 不能为了我影响正工资 所以大家虽然看不上伊腾成的所作所为 可也默认他是下一任老板 可能伊腾成自己心里面也这样觉得 直到今天 柳如烟跟我手牵手走进了公司 大家都傻眼啊 这样的情况让每一个人都没有想到 但是公司大部分的员工都是非常为我们高兴的 毕竟有很多人都是我们初创团队的老人 他们亲眼见证了我们两个并肩奋斗一步步爬上来 后面出现了婚姻危机 他们也真情实义的为我们惋惜 现在看见我们和好如初 他们都觉得非常好 但是也有人不那么高兴 那就是秘书 他生怕我欺骗他脑子坏掉的老板 做出什么损害老板利益的事情 所以他试图向柳如烟敬献非常逆耳的忠言 柳如烟微微一笑 然后当场暴怒 直接拍桌而起 把秘书轰出了办公室 只因他对柳如烟说了一句 刘总 这件男人不是什么好人吗 柳如烟脑门上轻筋爆跳满脸通红 站在办公室里不顾形象的大吼 我跟阿达认识这么多年 我们是邻居 你懂吗 我16岁的时候 爸妈欠了债跑了 我连学费都交不起 是阿达用他全部的零花钱供我 他每天连早餐都不吃 剩下钱给我吃饭 阿达家里面也没啥钱 这个事情被他爸妈发现了 他爸妈肯定怪他多管闲事 阿达就那样哭着求他们 求他们帮帮我给我一个机会 说到这里 柳如烟紧紧地咬着后草牙 脸上清金毕露 可是眼泪却流了下来 他流着泪说 你们凭什么都跟我说他不好 在这个世界上 他是对我最好的人 我只有他了 我16岁的时候 我妈把我塞给抵债的人 人家要扛我的手 阿达跪下来求他 你们说现在阿达对我好 只是为了图抹我的公司 如果没有阿达 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公司 我的东西就应该都给他 我静静地站在办公室外面 听着里面的大呼小叫 路过的员工都听见了这些话 脸色精彩 柳如烟还想发飙 而我敲了敲门 吸引了里面人的注意 已经12点了 我对他露出一个笑容 你想吃什么 我有点饿了 听到了我说的这句话 柳如烟当时立刻 马上就抛下了他的怒火 和忠言尼尔的秘书 他立刻冲我跑过来 拉着我往外面走 那咱们赶紧去吃饭 我温柔地拉住他的手 对他说 他们也是为你好 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柳如烟又暴怒了 他骂了一声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他们说你涂抹我的钱 想抢我的公司 我笑得眉眼弯弯 人非常温柔 还抬起手帮他擦一下额头上的汗 如果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呢 那我就全给你 柳如烟脱口而出 你可是阿达呀 你找我要东西 我怎么能不给 我听了这话笑容越灿烂了 甚至主动抱住了他 我知道 我在他耳边说 如烟 你对我是最好的 柳如烟听了这句话 人当时都差点挑了 他心刀采烈拉着我就往公司外面走 嚷嚷着要吃顿好的 而我也由着他 只是拿出手机给我的律师发了个微信 内容很简单 我要的合同你准备好了吗 对方不愧是资深专业律师 什么都不问就回复 已经弄好了 完全没问题 下午就能签 看见这个我收起了手机 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底 谁知道柳如烟的脑子 什么时候突然就会好起来 夜长梦多 无论是商场还是婚姻 只有先下手的那个人 才能笑到最后 餐厅里 我已经签好了自己盘中的牛排 然后递点了他 温柔体贴 情感细腻 所以他越来越不相信我们离婚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我的律师已经赶到了公司 当时我也就立刻放下了手里的刀叉 说自己已经吃饱了 手上有点工作 没有忙完要回公司处理 柳如烟非常顾着我 他想都不想几口就把牛排消灭 什么活这么赶呢 让你都不能好好吃饭 我回去帮你弄 你弄也可以 我温生说 确实需要你签字 柳如烟想都不想看都不看 根本不过脑子 他大手一挥 只要能帮你分担一点 让我干啥都行 这叫什么 这叫天助我也 我轻声细语 嘘寒温暖 紧紧地抱着柳如烟的胳膊 过马路的时候 左看右看 观察五分钟才敢带着他走过去 上电梯的时候 更是让他跟别人保持一米距离 我生怕这中途出现什么变数 或者有什么东西砸了他的头 让他重新变成那个狗女人坏我大事 律师早就在我办公室里面 摩拳擦掌摩刀霍霍 几份合同利利索索的一字摆开 我们还准备好了录音录像一系列的仪器 避免他事后反悔 柳如烟看见这个阵仗 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看得懂合同上面的字 什么赠予过户自愿放弃让他糊涂了 他问我这是干啥呀 我不回答他这个问题 只是温柔地捧着他的脸对他说 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给我吗 柳如烟张口就想回答 可是他的大脑一阵剧痛 这股痛苦让他眩晕 甚至站立不稳 他摸索着坐下来 捧着头头痛欲裂 可是我不放过他 依然问他 你愿意把你的东西送给我吗 柳如烟头疼的厉害 但是他还是咬着牙回答我 我所有的东西都能给你 我跟律师对视一眼 拿出合同一指引着柳如烟签字 柳如烟虽然头疼昏绝 但是我三言两语就哄住了他 甚至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这下好了 他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什么头疼也不管了 想晕也不管了 拿着笔刷刷的签字 一个人翻着合同 一个人签着字 效率超快 我看眼里 心里面非常满意 上次我们搞这一出的时候 我甚至当场跟柳如烟打了起来 光一个协议离婚的字 就签了整整一个月 而这一次柳如烟五分钟 就签完了所有的合同 律师迅速调整好了 录音录像的仪器设备 并且拿出了准备好的温本 让柳如烟按着读 柳如烟头疼欲裂 但是他不愿意让我失望 更不想让我伤心 当时咬牙强撑 事情马上要结束了 就在这个时候 紧紧锁住的办公室的门 被人活生生用消防斧砸开了 往外一看 果不其然 是柳如烟的心腹秘书前来救假 柳如烟头疼欲裂还是强撑着 他站起来大吼 你来干嘛 这话让秘书快气疯了 他焦急都指着我大喊 老板 真是不中用了 心急如焚 但他是有辈来 秘书立刻就把办公室的门打开 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进来了 老板你还记得吗 他是一腾成 秘书大喊 他才是你现在的男人了 一腾成明显是临时从医院里面被接出来的 还穿着病号服 他身上的伤痕也没有愈合 到处都打着绷带裹着纱布 乱糟糟的一团而又是 古怪的缩成激情的一团 果然是残疾了 柳如烟听了这句话 头也不疼了 声音也大了 脾气也来了 因为他差点被气死 他指着一腾成说 你这是疯了吧 我抛弃阿达就为了找他 一腾成怯怯的看了柳如烟一眼 虽然他跟柳如烟在一起 确实是他有意勾引程序而入 而且柳如烟心里面是不太看得起他的 但是当时听到了这话 一腾成心里还是免不了难过 他当时流着眼泪说 刘总 我对你是真心的 这位小白脸的段位实在是不太高 他说来说去就这句话 柳如烟像是听到了什么非常荒唐的事情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讥笑着指着我说 我跟阿达认识了十几年 结婚五年 有难同当 你说我为了这么个男人 非要跟阿达离婚 这话我能信吗 我是憨批吗 他算是什么东西 能跟阿达相提并论 秘书张了张嘴 他回答不上这个问题 而早在他砍门的时候 我已经拨通了电话 公司的安保部主管是我的亲戚 当时一大群保安如狼似虎的冲了上楼 直接把秘书和一腾成抓住 扭着胳膊推散了出去 也幸亏有他们为我最后 抢出来的这十分钟 律师立刻专业精神加满 带着柳如烟走完了全程 等最后一个鲜红的指引落下 终于大公告成 事情尘埃落定 其实二十岁的柳如烟只是年轻 他并不傻 就像他所说的 他真心实意地认为 这些东西是我应得的 只是他心里有个疑问 他脸上带着犹豫问我 刚才那个男的真的是我的小三吗 我怎么会找他 他像是听说了什么荒唐的事情 我已经有你了 怎么可能会找他 你忘记了 事情已经结束 我懒得再骗他 我很直白地跟他说 我们俩之间很早就完蛋了 啊 我想想 大概是从我的孩子 没有的时候开始的吧 我平静地看着他说 柳如烟 你还记得吗 我的孩子被你爸爸杀了 这是我们之间情感毁灭的第一步 可是 在这个孩子之前 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已经非常尖锐了 柳如烟曾经拥有过一个 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 柳爸爸是做生意的 柳妈妈是音乐老师 会弹钢琴 他们家富裕温馨和谐 柳妈妈坐在窗边弹钢琴 柳如烟和柳爸爸在客厅玩游戏 这一幕 他一直都记得 但是一切都没了 柳如烟16岁那一年 柳爸爸投资失败 欠了一大堆钱 而柳妈妈选择了跟他离婚 家没了 他爸连夜跑路 而没有了婚姻这层关系 却还被追债的柳妈妈 再紧要关头 把柳如烟推了出去 让他承担 他崩溃了 尖叫着说他已经离婚了 他不是还有儿子吗 你们去找他儿子 所有的问题都落在了柳如烟的头上 那些债主为了威胁柳爸爸回来 扬言要砍掉柳如烟一只手 柳如烟的爸爸始终没有回来 后来的事情也就不说了 我成了柳如烟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我们俩一路彼此搀扶着 互相支持风雨同舟才走到今天 在柳如烟创业小有成就的那一天 他爸爸回来了 这些年柳爸爸在外面吃了很多苦 他回来的时候甚至瘸了一条腿 柳妈妈已经改嫁多年 他现在有了新的美满家庭 还生了孩子 按道理来说 柳如烟的家庭从某种意义来说又完整了 这也算是弥补了他一个遗憾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家庭也面临了大问题 有一个投资人的儿子 和柳如烟聊得很投机打得火热 抓住那个机会 我们的公司能直接上市 鲤鱼跳龙门 不过如此 柳爸爸是生意人 生意人都是赌徒 面对这一场只赚不赔的赌局 他非常急切地希望他女儿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可柳如烟早就跟我隐婚了 我们的婚姻关系 之所以没有告诉外界 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工作进行 可在外界的眼里 柳如烟是个潜力股 并且非常优质 日后一定能一飞冲天 谁不想把握住这样的优质人才 这么多年 柳妈妈和柳爸爸对他们这个女儿都非常的亏钱 特别是经历了伤害臣服的打磨 柳如烟受了不少的苦 吃了不少名亏暗亏 他沉默寡言 冷漠严厉 不尽人情 与他在一起的我 相反 变得圆滑世俗灵活变通 我们的结合本来是很好的 可是那个投资人伸出来的橄榄枝是更好的 能让我们直接阶层向上跃迁 顾爸和顾妈当然知道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 他们只是不知道我们结婚的事实 所以 他们私底下 找我聊了好几次 希望我能够放弃柳如烟 说到动情处 柳如烟妈妈用自己的例子来做证明 他说柳如烟爸爸破产第一时间就跟他离婚了 为了不连累他 现在他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不能脱柳如烟的后土 人怎么能拦着爱人奔向更好的人呢 那个时候我刚忙完一个项目 疯狂加班好几天 整个人疲惫暗淡 无精打采 我坐在他们面前 皮笑肉不笑 我这不是阻止他奔向更好的人 我这是阻止他重婚 这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而我毫不含糊 直接拿出了手机 把我们的结婚证照片亮了出来 简直大获全胜 柳如烟他是很好 但是好的优质古多了去了 我说 就算他现在跟我离婚 去搏一搏二婚的女人 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 而这个公司是我一起做出来的 我要是走了也要拿走一半 这直接堵死了所有的路 让柳妈妈和柳爸爸面面相聚 说不出话来 这也让他们对我有了意见 柳如烟非常爱我 可我不是他们满意的女婿 这么多年和柳如烟在一起 同生共死 所有的冲锋陷阵也有我一半 我从心底里觉得 我不仅仅是柳如烟的丈夫 我也是他最重要的战友 不管是在哪 我都应该有跟他同等的地位 但是柳如烟的爸爸妈妈是传统的人 女尊男卑 老婆赚钱 老公伺候家庭围着家里赚 他们不认同我这样 相反还心里对我更有意见 经过了这个投资人儿子的事情 他们觉得我害惨了柳如烟 我一个上门女婿 这么急着做生意干什么呢 这岂不是抢他们女儿的东西吗 家庭里每一天都在争吵 柳如烟的爸爸妈妈跟我吵架 柳如烟跟他们吵架 我和柳如烟吵架 我的父母还要加入战场 简直没完没了 天长日久的争吵 每一天的相互折磨 更不要说他爸到现在都没出狱 怎么能在一起 怎么能面对对方 怎么能和好如初 一面镜子破了 变成了千万个碎片 明明柳如烟他现在的公司 也有我的血汗 我参加商场厮杀 我吃亏 我被暗算 凭什么他爹骂一句话 我就要拱手让出这些被迫退回家庭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骨血里也有火 也风有刀雨恶 可我的刚烈让事情也直接升级恶化 我不肯低头 我不肯原谅 我们心里彼此怨恨 彼此责怪 所以我们争吵谩骂诅咒诅 面红耳赤 暴跳如雷 感情一步步消亡 直到最后柳如烟被我捉肩在床 走到了尽头 当然 我这一生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还能够见到年少的柳如烟 见到那个最爱我的人 因为年少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可是一切都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事实证明 我先下手为强是有道理的 因为就在我坑走了柳如烟的全部身家以后 伊藤诚发疯了 他不能容忍自己被柳如烟这样公开嘲讽 更不能容许自己接盘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 费尽心思 他难道是为了今天吗 柳如烟的出门准备去医院 伊藤诚也要回医院 伊藤诚忽然发疯 他太恨了 所以直接伸手打开了他那一侧的车门 把他推了下去 车辆行驶过程中门突然打开 还有故意推仿 虽然速度不快 但是毫无防备的柳如烟仍然是狠狠摔了下去 幸好马路上车辆不多 他才没有命丧于车轮之下 但是他的头重重地磕到了路边的绿化带 你发疯了吗 秘书火速一脚急停了车辆 他大吼 柳夫人请你破坏他们的感情 让他们离婚 不是要你害他的命 而伊藤诚已经坐在后排 撕心裂肺丧心病狂地大笑了起来 他大笑 那个老婆娘请你把继伯打赶出公司 你做到了吗 疯了 都是疯子 秘书火速下车救人 柳如烟已经直接整个人都软啪啪地倒在绿化带边上 他头下一滩血 生死不明 刚刚在银行托管完保险柜 我又收到了医院的电话 上一次柳如烟开车撞了护栏 这一次柳如烟拿头撞绿化带 不能不说牛逼 还有点傻逼 我本来不想去的 可是秘书的夺命连环电话让我烦不胜烦 我还是去了 我心里想着 可能是二十岁的柳如烟有点难搞 对我去医院才让他安心 所以等我快速地赶到医院 准备安抚他的时候 帘子一拉开 我看见了一双平静又疲倦的眼睛 当时我就愣住了 柳如烟躺在病床上 头上包着厚厚的绷带 我站在不远处 一时之间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也没有说什么话 因为我们俩之间从很久以前 就已经无话可说 到了最后 我客气地说 刘总 好久不见 他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用那双平静疲倦的眼睛看着我 好好治 我客气地说 下周三民政局见 不要再出意外了 伊藤成被抓了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他这一个疯狂的举动 让警方介入了调查 顺便找专业人员复原了 柳如烟上一次车祸 实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那个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两人的争吵 伊藤成歇斯底里 柳如烟不屑一顾 也让我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 伊藤成是刘母请来的 他是刘母闺蜜的儿子 一心等着挤走我 尚未当顾家女婿 而秘书也是刘母雇佣的 他因我是有辈而来 可是伊藤成是个疯子 在高速上 他伸手抢了柳如烟的方向盘 车辆速度快方向发生偏移 就直接一头撞到了护栏上 更是随即侧翻 伊藤成在右边伤得很重 这一次他又发疯 成功地把自己做进了脑里 听说了此事我心情复杂 父母之爱子 想着里面叫好 我阴阳怪气的说 你遇到的男人基本上都有点疯 要么是工作疯 要么是感情疯 以后还是擦亮眼睛吧 找个仪式一家温柔贤惠的 让你爹妈满意 就是不知道谁家的儿子那么倒霉 去你家当牛做马 柳如烟头上的伤还没好 包着厚厚的一层绷带 看起来像印度人有点滑稽 此时的民政局里 结婚的有 离婚的也有 最不缺的就是嬉笑怒骂 我这点阴阳怪气简直不痛不痒 他看着我 平静疲倦 却又恍惚 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 可能头摔坏了吧 他忽然问我 你恨我吗 我反问他 你不恨我吗 他摇摇头 不恨 我笑了 那我谢谢你 我诚恳地说 毕竟现在是你净身出户 而下一刻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看着手里面的结婚证 忽然牵住了我的手 他的语气缓和 小心地带着起求问我 能不能不离婚 能不能重新开始 完了 头真摔坏了 我的目光有点转变 你是不是又失忆了 没有 阿达 他说 我那时候都觉得自己要死了 过去的事情走马灯一样 在我眼前全部都过了一遍 是我对不起你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面对他这个请求 我没有回答 我反而问他 你知道你出车祸的时候 我在想什么吗 柳如烟摇摇摇头 表示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都坐在那里 我指着民政局一个角落的位置 等了你四五个小时 你不来 你知道吗 我听说你出车祸失忆的时候 我在想你怎么不死啊 柳如烟浑身僵住了 我笑了起来 你要是死在那场车祸里面 我就能继承你全部的遗产 也不会有人觉得我可怜 如果你那个时候死了 是最好的结局 你问我恨不恨你 我怎么能不恨你 我三十岁了 被你从公司赶出去 事业也没有了 家庭也没有了 我白吃了半辈子的苦 你的父母做见我伤害我 你也一样 你在家里 在我们的婚房里 和别的男人私婚 你问我恨不恨你 我恨不得你立刻就死 我哈哈大笑 简直笑得眼泪都出来 不知道是在笑什么 可能是在笑他的愚蠢 和自以为能回头 柳如烟站在那里 什么也说不出来 直到鲜红的结婚证 从我们手里被拿走 离婚证发下来 我心满意足 临走的时候我上了车 看见他还站在原地 我忽然回头对他说 你要是实在是想不开 你可以恨我 我已经变了 没有你的爱也无所谓 能拿到你的钱也可以 夫妻共同财产我多拿 是你欠我的 你如果不服去告我呀 这话让柳如烟浑身颤抖起来 他看着我 像是二十岁与三十岁的柳如烟 交叠在一起 可他嘴唇颤抖人也惨淡 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亲笔经见 三十岁的时候我们还很有钱 现在他什么都失去了 从今往后 我要彻底离开他 他站在原地看我开车走人 一下也没有回头 就这样吧 故事不长也不难讲 相识一场爱而不得 以后他要奔赴他的未来 我也要去我的人生 世界上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们曾经有好好开始 却没有好好告别 虽然很多年前 那还是少年的时候 我们曾以为能彼此陪伴 走过千山万水 全文完